人生如夢般 草起草落何時休 悲喜交替在胸中 多少歲月不知秋 苦海總沉淪 解脫何須等待來生 流淚不知喜或悲 人生道路自己走 金銀財寶一堆草 安分守己是最好 師徒寵相逢 這個熟悉的顏龍 是故鄉才有的溫柔 再次唱起故鄉歌 就讓微風吹斷煩惱根 徐密過去那段真心真情意 總是刻骨又鳴心 長沙東勢如會禪師 是馬祖道一禪師的傳人 跟隨他學習的生理眾多 禪堂每每因為掛單的人太多 而把床塌壓垮 事故當時的人稱為折床慧 馬祖大師圓吉後 由於門徒執著於 參吉星吉佛的公案 又常說 佛語合著而曰吉星 心如宙師而云吉佛 如謂禪師忍不住告訴大眾 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 如果落入 心即是佛 佛即是心的執見 無意是客舟求見 相國崔弓群剛出任湖南觀察史時 曾去拜訪如會禪師 並請教修辭的法人 請問禪師是如何修辭才悟道的 如會禪師回答 見到佛性就開悟了 當時如會禪師悲患眼疾 看不到東西 崔相國就諷刺的說 既然能夠見到佛性 為什麼眼睛會看不到呢 如會禪師回答 正是肉眼看不到 法眼才能照見佛性啊 崔相國馬上向禪師禮拜道謝 多蒙開示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娜律 雖然眼盲 但是他修行精進 法眼大開 而成為佛弟子中的天眼第一 開悟的修行人 心地清淨無染 剿然如月 以真心佛性來看這個世界 固能如實觀照世間的實相 反之 世人如果不見自心 不明真理 被繁華俗世的五欲 六成障壁心眼 即使耳臭慕名 也如同盲容陰雅 不見朗朗乾坤 因此若能開發自心的佛性 以此眼 慧眼 滑眼 洞察世間實相 用善聽 提聽 監聽 關懷人間疾苦 才是真正的修行者